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人生奎莽不须丁赐 这个八字他是说 他的八字里面财官运都俱全 为什么他当不了官 很多人都是犯了跟他同样的一个错误 他是没有去直接去看 他的八字的一个所谓的组合是什么 就是只有单纯的看说 我有几个财 我有几个官 我有几个印 所以你看他当然说他财官运 为什么 火来生土 他这一些都是他的财 他的官在这里 木 所以他总认为他自己财官运俱全 三宝俱全 然后这样子他就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 可是在实际上他真的是这样吗 各位 假如八字用这样子看的话 我跟各位讲就不用算八字了 八字你不用学 你只要看你有什么你就知道 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的一个排列主人 以他的一个天干而言 他是什么 愣癸水 君克丁火 所以各位 你还会发现到一件事 什么事 他天干的丁火是受伤的 他的印是受伤的 他地支卯蓄和四身合 所以他地支是什么 鸭蛋 什么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呢 各位 对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各位 你认为他有没有官 没有官 你认为他的印还受伤 所以这个八字就只有单纯的一个财而已 他就只有单纯的一个财运 所以他反而我们讲给我们看好不好 这个反而去从商受订还会好一点 不要在那边齐齐亿云的想当官想当官 因为这个八字怎么当官 没有官怎么当官 但第一天干只要再来个官进来 受订还会克到他日主 对不对 不要说当官 被抓去官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八字的一个本质的一个排列组合 所以他的本质的排列组合 根本就不像他所看到的这样子 好像全部都有 可是实际上各位 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我们常常会跟跟各位讲 就说你把八字合的部分 你就把他擦掉 你当做消失 省得在那边自己 怎样 自己在那边造成自己的麻烦 你就会知道 地支几乎全空的天干 丁火又受伤 哪有什么财官应俱全 简直是一塌糊涂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标准从商的一个八字 他是一个标准的在外打拼的一种八字 因为离乡背景的一种八字 所以 各位你就会知道 完全跟 所讲的 跟你所看到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八字里面 常常会发生这一种现象 常常 你以为你才很多 你要怎样 可是实际上 可能下去以后 不是一大堆受伤 不然就是被合走一大堆东西 所以在学八字的时候 各位 我们所一直在强调的叫做五行流通 五行流通 从五行流通 去看出真正的一个五行的一个状况 第二个 你把合就当消失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是不是就看得很清楚了 那个后面要怎么论 那是后面 但是我们这样一看的时候就很清楚 他有没有关 没有关 硬受伤 只有一个财 所以 各位 你就这样子一看 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为什么常常跟各位讲 就是说 在学八字的时候 不要用眼睛 用眼睛看 你有几个财 你有几个关 其实 各位 还是回归到五行生克里面 很多人就会跟这个人一样 总认为自己三宝俱全 一定会怎么样 好高兴 结果原来他只是一个虚项 因为 和 本来就是会消失 他只是一个虚项 他也是一个基因 也就是说 平常你没有 可能在某些条件下 你会出现 和他就是有这一种情况 就是 平常没有 你本命的和就是平常没有 可能在 某种条件下 你就有机会会得到当中的一种 一个 所以各位你就会了解说 其实 你只要八字本命里面出现和的时候 他都只是代表的是一个 你有这个知识而已 但是这知识 不见得用得到 就很像 我们常常就看到一个人 你的知识就不是只有这种程度而已 为什么你应该要更好才对 可是其实各位 他那一种情况就是 他本命就是可能有被和到 被和到了以后 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了不了解 你有看到 他食伤很强 可是他食伤可能被和住了 就是看起来很聪明 可是 就是你的知识就不是就只有这样而已 为什么就只有这样 因为他真正八字 你只要把该和的和掉 他就只有那样子而已 他真的就只有那样子而已 他只是偶尔 很有可能被和掉的部分 又会跑出来 偶尔而已 所以他就只会偶尔给你一点惊喜 可是平常就是那一种 让你们既期待 但是又受伤害 所以各位 你就直接把和当消失就好了 你不要管他 你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基因 会发财什么的 到时候再说 反正他发财的机会 又不 对不对 久久才一次而已 又不是天天有 所以 各位 你就会知道就是说 为什么他当不了官 很简单 因为全部都和光光了 和光光 对他有官在那里 可是他的官 必须配合什么 他卯序和 对不对 他不是一个卯序和 他必须要配合戌土受伤 他的卯才有可能会出现 他本命有官 没错 但是被和的 就表示说 基本上你不要想太多 对不对 什么时候戌土会受伤 什么时候 你假如说靠流年 也就只有一个月 就是饮月 一个月就可以当官 对不对 对不对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和要待放 和等待放 其实都是机会而已 那都是机会 这种机会 就是要拿捏的很准 而且我刚刚说过了 你只要用年的话 一个月 对不对 一个月的时间 那你除非 对不对 直接是 直接跑什么 跑 跑官进来 天干 你看他直接跑官 他假不行 他就只有用乙 那地支 乙可以用 卯也可以用 这些都是流年 这一些都是流年 可是流年要把握 不容易把握 因为他们都会受伤 所以 各位 你假如单从本命来看的话 他当然没有办法 可是八字 他讲求的是什么 机会 你要掌握 你要了解 什么时候你有机会 你要了解 什么时候你有机会 所以 各位 你就会知道就是说 八字 他其实和 他就有这一种效用 可是一般 我们当然我知道和会有 败放的机会 可是一般那个机会太低了 太少了 你要了解 太少了 所以一般我们就会当做是消失 当做消失 消失了 他说他要看他不能当官 你就直接用官来看 你会发现到 当然可以 可是他碰得到吗 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他的大运有这几个大运吗 没有 他没有这几个大运 所以 当然对他而言 他要怎么去当官 不容易当官 对不对 他说他 他有没有碰到这个大运 答案都没有碰到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他第一柱大运 这是他第二柱大运 他现在是在第三柱丙武 也就是说他人生已经碰不到了 因为他碰不到 他碰不到 要银卯木 所以 他 他已经朝着一个对他八字不利的方向去前进了 为什么 他想当官 可是实际上他是从财的 他是要经商的 他要做业务的 所以 他假如往个不一样的地方去发展的时候 自然会怎样 觉得很辛苦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拿这个八字来 就是 大家在学八字的一个状况里面 很多都跟他一样犯了同样错误 总以为自己什么什么什么拒钱 就会怎样 可是实际上 他并不是 实际上并不是 所以 各位 不要用眼睛学八字 什么叫用眼睛学八字 我好多才 我好高兴 我好多官 我一定会怎样 答案 还是请你拿起笔来 该划掉的该划掉 该合注的该合注 看看这一些作用以后 到底剩下的是哪一些 才是你真正的一个状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